他是华人后裔 父亲是正宗的广东人 可是在成为一国总统后 他却数点望足 不仅与中国断交 还在国际舞台上大肆污蔑中国 然而 当面临亡国之威时 他又回过头来向中国求助 而中国又会如何对待他呢 基里巴斯被称为世界的尽头的国家 每天早上 这里都会最早迎接到新一天的曙光 可是曙光并没有给这里的人们 带来美好的希望和未来 基里巴斯岛屿遍布 地势低频 平均海拔只有1.7米 而且自然资源贫瘠 淡水稀少 人们赖以为生的食物 只有各种鱼类和椰子等热带食物 这里对外联系也十分不方便 生活在这里会有一种 与时隔绝的感觉 作为全球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面对全球变暖 还平民不断上升的情况 基里巴斯根本没有招架之力 他们将不得不面临灭顶之灾 根据预测 未来40年内 南太平洋海面还会再上涨20厘米 到时候 整个基里巴斯都会被海水淹没 8万多的基里巴斯居民 也会面临丧失家园的厄运 面对国家灭亡的危机 基里巴斯前华裔总统汤安诺 不得不向别的国家展开求助 希望能够有国家接纳 不得已离开家乡的基里巴斯人 为了不让自己的国民 成为毫无用处的季后难民 他还指派了许多代表 向不同的国家学习各种生存技能 这样将来基里巴斯人移民以后 可以为所在地做一些贡献 但是汤安诺没想到 愿意接纳他选派的代表的国家有很多 可是真的提到 接纳基里巴斯移民的时候 就没有国家愿意响应了 就连汤安诺平时 一直殷切是好的美国 日本等国也不愿意帮他 只有赞比亚前总统 穆瓦纳瓦萨 处于人道主义的角度 表示赞比亚有足够的空间 可以供基里巴斯移民居住 但是这个计划还没有实行 穆瓦纳瓦萨就突然去世了 在2015年的太平洋岛国会议上 汤安诺气愤极了 他不仅指责那些背信弃义的国家 还义愤填膺地指出 气候变化问题 是太平洋各国不可推陷的责任 尽管如此 还是没有国家愿意接纳 来自基里巴斯的移民 他们甚至都不再愿意出钱 帮助基里巴斯 对抗海平面的上升 眼看着海平面一天天上涨 汤安诺忧心忡忡 万败无奈之下 他向中国提出了求助 可是中国却并没有理会他的求助 此时的汤安诺应该十分后悔 如果不是因为他鬼迷心窍 输点忘足 中国和基里巴斯的关系 就还会和以前一样友好 那么他也不会到 如今走投无路的地步 中国与世界的尽头基里巴斯 所有非常融洽的外交关系 然而这一切在2003年戛然而止 因为那一年 一位华裔登上了基里巴斯总统的宝座 1980年 中国和基里巴斯建立了外交关系 两国在渔业 旅游 海洋勘探等行业 进行合作 互惠互利 关系一直十分融洽 1997年的时候 中国在基里巴斯建造起一座航天测控站 这也是我国在南太平洋地区建立的 第一个永久设施 这个测控站服务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 神舟飞船 无人飞行任务的测控 以及风云 北斗等卫星测控 在此之前 我国想要进行航天测控 就必须派遣测控船 到南太平洋进行工程作业 而这个测控站建立以后 我国的测控支出就可以省下70% 可没想到 汤安诺一上台 就关闭了中国航天测控站 并且宣布和中国断交 这已经不是汤家人 第一次拿枪孔对准中国了 汤安诺的父亲汤延海 原本是广东的一名小商人 抗战争时期 他不仅没有为国家和民族出一份力量 还趁着战争投机倒把 打发战争才 在广东沦陷以后 他还成为了汉奸 当了日本人的走狗 日本兵败以后 狡猾的汤延海 直到自己也不会有好下场 就浑水摸鱼 来到了吉里巴斯 在这里 汤延海靠着他原本的积蓄 和自己的狡诈 重新做起了生意 很快他就东山再起 在这里 他还娶了一个当地女子 并且生了两个儿子 汤安诺和弟弟汤哈里 但是汤延海还不满足 只有财富是远远不够的 但还希望他的家族 能够握有权利 于是 他让两个孩子 接受最优等的教育 甚至将他们送去英国读书 两个孩子毕业以后 汤延海又花费大力气 让兄弟两个一起进入了政坛 因为父亲 汤安诺一直对中国幸存偏见 再加上骨子里屈原富士的本性 让汤安诺一直选择 对西方国家献媚 在进入政坛之后 他就一直激起鼓吹反华 2003年 汤安诺竞选总统 继续用反华的口号 打响了自己的名头 他还用台湾当局资助的金钱 贿赂选民 因此他得到了大量的选票 并且成功当选总统 上台之初 他就污蔑中国对吉里巴斯有野心 为了讨好美国 他又说中国的航天侧控站 是为了检测美国的导弹靶场才设置的 中国甚至对西太平洋地区都有野心 他宣布和中国断交 还向外界高调宣布 他们建交的政府是中华民国政府 这副丑恶的嘴脸 以及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公然违背 引起了我国政府的强烈谴责 两国关系也从此进入寒冬 可是警报西方国家的大腿 汤安诺真的能高枕无忧吗 面对亡国危机 这位曾经在国际舞台上 大肆辱骂污蔑中国的华裔总统 又转身向中国发出了求救信号 这次中国又将做何选择呢 为了煽动汤安诺和中国断交 在汤安诺上任之初 美日澳等国家 还是给了汤安诺一些资助和支持 靠着这些支持 吉里巴斯过上了好日子 但是这种好日子注定不会长久 仅仅依靠西方国家的支援 吉里巴斯并不能真正地解决生存问题 因此汤安诺希望 吉里巴斯能够发展自己的经济 实现自己自足 可是岛上匮乏的自然资源 导致本国能发展的项目很少 除了开发一些旅游业 就是出口一些水产品 来振兴他们的经济 为此汤安诺希望西方国家 能够和吉里巴斯进行合作 帮助他们发展经济 可是对于美日澳等国家来说 没有好处的事情 他们从来是不会做的 当初支持汤安诺一方面 是为了搅拌中国和吉里巴斯的关系 另一方面是为了占有吉里巴斯 唯一的一点自然资源 吉里巴斯虽然陆地面积十分狭小 但是所控制的海域十分宽广 渔业和海底矿产都十分丰富 这些国家自然不会放过 这个可以捞进的好地方 因此 当这些国家的目的达到以后 对汤安诺的请求 也就不会过多的在意了 连帮助发展经济 这样较为简单的事情 可不愿意帮忙 可想而知 对于汤安诺提出的移民要求 西方国家自然更不愿意接纳了 无路可走的汤安诺居然又厚颜无耻地 来寻求中国的帮助 可是面对这样一个建立妄议 屈原覆势的小人 中国根本没有办法相信他 他当初能为了自己的利益 数字诋毁中国 谁都不能保证他之后 不会再做出相同的事情 因此中国选择了无视汤安诺的请求 汤安诺的所作所为 导致他在任期间 吉里巴斯发展十分落后 这让他在国内鸣心尽失 最后不得已于2016年黯然下台 汤安诺的继任者 塔内西马茂上台以后 尽数推翻了汤安诺的政策 积极地和中国恢复关系 如今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不断增强 马茂的做法绝对是十分明智的 孟子在2000多年前就指出 作为一个小国 想要发展 关键是要自立 要修德 只想着投机取巧 虚言复试是没有未来的 所幸汤安诺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终极两个国家再次进入了 互惠互利 融洽相处的阶段 优优独 Twitter 感谢观看